大家好,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来跟大家总结一下目前我的这个小花园当中最香的几款月季的名字 因为很多养月季的花友呢,它可能最看重的就是花香 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喜欢它的颜值,有的人喜欢它的珠型,有的人喜欢它的花量 有很多人呢,就喜欢它的花香 所以呢,去年也是做过一期最香的月季的评选的视频 那今年呢,因为有些花的品种在我这边更换的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呢,我要给大家再说一期新的那家小花园里面最香的几款月季的名字了 最香的就可以打五颗星 那么稍微弱一点的四颗星,以此类推 那五颗星呢,我在这里就称之为强香的月季品种 四颗星呢,在这里就称之为浓香的月季品种 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讲一下五颗星和四颗星的月季品种的名字 那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强香的几款月季品种的名字了 就最香的五颗星的月季品种啊 那第一个呢,就是加百列系列 我把它称之为一个系列 这是我自己自创的啊,别人并没有这么说 首先加百列是非常香的,对吧 这是我这边一直在说的啊 大家也都非常清楚的,这个强柠檬香的这个代表 那我这边呢,还有几款跟加百列香型一样的 我也同样把它们称之为加百列系列的最香型的五颗星的月季品种 首先第一个就是加百列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 那么跟加百列香味可以说一模一样的 我这边还有祭色 祭色在颜色上香型上跟加百列都非常的接近 同时它这个香味的浓度啊,跟加百列也非常相似 然后呢,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 还有一款天浪家的新品 就是叫做露宁香 我之前把它称之为粉色加百列 那实际上跟加百列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这个花朵的这个颜值 包括它的这个花漆 两者还是挺不一样的 但是香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就加百列是什么样的香味 露宁香就差不多是什么样的香味 其间的区别非常非常的小 那还有一款我认为跟它们差不多香型的呢 同样是天浪家的影影青 这一款我认为也是属于强香的月季品种 香型呢,也差不多有点类似加百列的香型 与此同时呢,这一颗 大家看到啊,这个蜻蜓 同样我认为也是属于强香的月季品种 香型也是接近这种强柠檬香 稍微有一点点细微的区别 但闻起来都是非常好闻的 所以这几款呢,差不多都是属于蓝紫色的月季品种 香型也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加百列系列香型的几款月季 它们都很香 好的,那除了加百列系列之外呢 接下来还有一种月季类型 也是非常香的 其实去年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衣服系列的月季 几乎所有的衣服直系 它们都很香 那我这边是种了有飞溅和浑汁香水 两款衣服直系的月季品种 另外包括仪女星这款旁系的品种 这三颗月季都非常非常的香 它们的香型呢也带有一点强柠檬香 同时带有一种其他花料香吧 反正也是非常好闻的 中国衣服的花油大家都知道啊 另外呢,其他还有几款强香型的月季品种 可能不是这种强柠檬香的 是另外的香型的 那么还有比如说像我今年刚刚种的这个巴黎精神 之前就跟大家说过 这款呢实际上它也是非常非常香的 那么它这个香型啊 现在我是真的有点忘记它是什么香型了 就是记得我大概在它当时花开满盆的时候 这个小小的一盆 它是株形比较矮小紧凑的 小小的一盆离我大概有两三米远 我还是非常清晰的能够闻到它 很沁人心脾的这种香味 什么香来着 是花香 是香亮香 还是果香 我有点不记得了 可能是果香吧 我当时有闻过给大家介绍过 但现在它没开花 我已经忘记它的香味了 因为我这边那个有香味的月季太多了 就像现在我就感觉自己被这个月季的花香所包围着呢 那另外还有一款我认为具有强香型的月季品种呢 它的名字呢就叫做微芒 微芒前一段时间开得很美 现在已经修剪掉了 那么它当时开满整盆花的时候非常香 它的这个香味应该是什么来着 就很甜的蜂蜜的香味 就总之如果在它边上待着 然后放一把椅子躺着晒太阳 闻着这个甜甜的蜂蜜香 感觉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 所以以上这些加百列系列 衣服系列 巴黎精神 微芒我认为是我这边最香的几款月季的品种了 那另外呢还有我认为属于浓香的也就是四颗星的月季 它们的名字是什么呢 在这里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红秋 这款月季品种呢 它是少有的红色的月季当中比较香的一款 它的香味呢也是比较沁人心脾的 但它的香味呢 跟我之前跟大家介绍的强香型的这种月季品种呢 稍稍弱一点 所以是属于四颗星的浓香月季 与此同时呢像那边那颗金红 这个我觉得它也是非常香的 可以是属于浓香月季品种的一个 美红色的月季品种 它这个香味是什么来着 我去闻一下再告诉你们 刚才呢就是去闻了一下金红的香味 我之前是不是描述过它的香味 因为我是不是以前说过 它的香味很像我小时候闻到过的 这个薔薇花月季花的香味 就是我们古老的月季花的香味 就会有一种亲切感 是的我以前好像这样描述过它 很好闻啊 那么跟它同一色系的 像木光之城也是很香的 但木光之城什么香味我也不太记得 现在呢就暂时没有花 同一色系的 我发现我现在说的这个浓香呢 基本上都是红色 美红色这个色系的 还有比如说 好像是我春天刚入的一款月季 名字叫做旧日之花 它是美红带复古色的 这款也很香 香味是一种混合的香味啊 那以上这几种呢 是我现在记忆当中 我这个小花园目前是50多个月季品种当中 我认为是最香的几款月季的名字了 在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在这里还是想说的是 虽然它们的香味真的是很浓郁 但是香味浓的月季呢 往往也是伴随着缺点的 很多花园都知道 首先祭马 它就非常喜欢这种强香型 浓香型的月季品种 所以这些品种一般来说特别招记马 所以如果你那边记马比较少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啊 如果记马比较多 你还是要在心里面权衡再三的 另外呢 绝大多数比较香的月季品种的话 它的花期就会比较短 在这里呢 加百列是除外的 蜻蜓也还可以啊 其他绝大多数呢 月季品种 它的花期都不会太长 所以呢 两者之间 大家自己做一个取舍吧 做一个权衡吧 好的 那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